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看出这个琥珀的面积之广阔 事实上 青海湖也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琥珀 用一望无际来形容这里的水域面积也十分贴切 特殊的高原气候以及辽阔的湖面 使得这里成为许多小伙伴们最流连忘返的所在 第二个琥珀则是西藏地区的纳穆措 纳穆措是西藏人民心中的三大圣户之音 所谓的措在藏语中就是湖的意思 而纳穆则是腾阁里的意音 在藏语中 这个湖的名字与天神明同意 虽然其水体面积没有青海湖那样广阔 但是纳穆措的湖面面积仍然超过1900平方公里 它也是青藏高原地区面积排名第二的湖泊 而由于地处青藏高原 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 由于这里少有人工开发的痕迹 纳穆措湖中的湖水十分清澈 水面平滑如尽 简直可以将天空映入其中 第三个湖泊其实也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大湖了 它就是位于杭州的西湖 与西湖有关的传说 在这里我们就不加赘述了 事实上杭州西湖的名声如今已经传遍世界 正是因为这个湖泊杭州旅游业才会像如今那样发达 可以想象若是没有了西湖 那么杭州也将不再是如今的杭州 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三个地方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